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九影视说 今天小九给大家讲一个美女放浪不羁走上人生巅峰的电影 美景之屋 故事开始我们的女主是某房地产公司的兽龙小姐 作为公司的业务骨干 美艳性感的女主有一套特别的销售手段 这天呢她带着一位男客户看房子 看似无意识则有心的和对方进行身体上的接触 接着摆动出一副骚气的模样 各种跳动那是上下接工 别说是个男的了 小九我看着都有点心动 美女我要交作业 就这样女主轻松拿下了订单 原来这想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做了 凭借这套熟能生巧的操作 女主在事业上可谓是帅王帅帅 还换了大奔跑车 年纪迁迁基本走上人生巅峰了 这天一位刚入行不久的妹子友荣 来到女主所在公司应聘 公司的老郎们纷纷投入色眯眯的眼光 作为新人的友荣 此时完全不懂潜规则这三字砸起 工作态度那是相当的认真 但是认真也拉不来客户呀 毕竟这两者之间也没啥别人联系 到了晚上同事聚会的时候 友荣和女主说 我其实之前也不想干这好 后来他们都说我还有前途 我也就干了 我发现这帮男客户都色眯眯的看着我 感觉好变态哦 此时女主和两位男同事的目光 纷纷停留在友荣前面的两个胸肌上 嗯 好凶 真的是好凶啊 今天晚上友荣回到家里看书 思考这如何融入新的环境 想着想着就来到窗前 抬头就丑到对面楼 有人竟然在偷窝自己 哎 该不会是变态吧 吓得她立马把窗帘给拉上了 可是转了一下 人家偷窝自己是因为咱身材好呀 然后就又把窗帘给拉开了 摆乱着姿势给对面的人拍了照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发愁拉不到单的友荣 想向女主请教 与客户沟通的技巧 姐啊 我该上哪找客户啊 看我这口活笨的都整不出业绩了 女主一敢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友荣心想 这姑娘大概是真的傻吧 虽然女主不正经 但她的身边有个虔诚的追求者 也是因为要买房子的客户 咱们就管她叫大叔吧 这天呢 女主就约大叔过来看房子 有句老话说 人有失算 哪有失提 不管女主怎么撩大叔 大叔就是不上套 当即就让她觉得 自己的魅力受到了极大羞辱 心里那叫一个气啊 看完房子后 大叔出门就要请她吃饭 可言丑的生意没谈成 女主就憋了一肚子气 对她说 你肯拉倒吧 我们这行规定 不能和客户一起出去吃饭的 大叔用了一两盲逼 有容这边 在经过了一天的认真学习后 回到家里 收到了一张贴在门上的小纸条 在纸条上面写这三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 你好性感 你的身材好好 我想 一日有容找女主 想跟她学点销售技巧啥的 给自己上上业绩 而此时的女主正忙着 跟男客户做起了激烈的广播体操 还她喵的居然不关门 这一幕就恰好被勤奋好学的有容 看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原来女主销售不靠嘴 就靠胯下两条腿 咦 好脏 好恶心 在得知女主从男人裤裆里 拉声音的秘密后 有容的身体产生了明显的不适感 出现了幻觉 甚至待在家里都能看到 女主和男客户深入交流的画面 令有容倍感法力 一事就拉开窗帘 呼吸新鲜空气 不想过了一会儿 却发现对面的偷窥狂 又在偷拍自己了 本想关上灯 她一不小心还刷了一脚 反被对方拍了个遍 第二天有容出门 看到对面的小哥 和自己拿着一本同样的书 再加上人家长得也挺帅 身材也挺棒 有容当即对人家产生了好感 于是吃女上一身的 跟着对方一路来到了图书馆 还偷偷在小哥的书上 放了个小纸条 大概意思就是 我和妹你很亮一呼 第二天她在家门口 收到了小哥的回复 上面写着你是牛肉 我是X 我要XXX 从此之后 有容和小哥这种浪漫的交流 也越来越多 就差没有正式见面了 几天后在有容和女主独处时 女主说道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爱炮 身为女人 就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获得成功 说者还拿出一本 不要脸蜜 寄给有容 让她好好学习学习 有容虽然不接受这种做法 但也梦不作声 这边大叔又约出了女主 女主本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来场野战拿下对方 然而大叔却跟自己 谈起了人生 这让女主从业多年的自尊心 彻底被击溃 废了 没想到真的有老娘勾不动的男人 面对大叔无动于衷 女主也决定放弃这位客户了 可没想到在隔天 大叔又要约他出来 女主借口说没空 可是对方竟然一连打了 二十多个电话 是彻底把他给逼急了 于是下楼 直接了当的拒绝了对方 大哥 您就别骚扰我了 扭不买房 老娘只做一次性交易 想做长期朋友 是不可能的呀 没想到大叔却说 没关系 我会等你的 这天女主又带一位男客户 去看房 于是又准备用惯用的套路逼人就范 没想到这个客户竟然要SM 还要抱女主的侯花园 只把女主吓得赶忙逃跑 结果却遭到对方的殴打和抢奸 这还真硬了那句骨话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然后女主就挂了踩进了医院 就在此刻 对接盘侠大叔果断变成暖男 去照顾女主 对她是各种宝宝安慰 并表示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会陪着你啊 果然是瞎之大者 而友荣这边 夜晚又情不自禁地打开了窗帘 看到对面的小哥为了爱 友荣立马跑到了小哥那儿 两人当即表达了对彼此的爱意 然后干柴烈火的两人就跑到房间里 练起了嗓子 做起了广播体操 故事的最后 女主终于被大叔不离不弃的真心感动了 新人接受了她 就这样开车 多年的女主改邪归正 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故事结束 看完影片后 小就感觉男人最喜欢做的事 莫过于劝婊子同梁 劝红信出枪 像大叔这样的接盘下真的很伟大 所以呢 在看视频的女性观众 在满房时一定要订阅老公呀 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 小九在这儿等你 爱你们哟 么么哒